4月28日 全国不少影院反映 当日一部热映影片 后来的我们在开场前出现大量集中退票情况 在行业内引起较大争斗 电影局关注到行业上述反映之后 允许国家电影专资数据平台的数据 对近几日退票信息进行了分析 初步认定该影片退票情况却有异常 具体问题尚待严判 29日 电影局有关负责人 一对影片出品方 发行方等相关人员进行了约谈 要求立即完善退票机制 认真查明存在的漏洞 进一步梳理情况 完善数据 形成书面报告 报主管部门 对此一旦发现查明将严肃处理 非凡娱乐整理报道